主料,鸡爪600克,辅料,卤料一袋,老卤水1000克,花脚,干辣椒,桂皮,啪脚,冰糖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卤料一袋,干辣椒,花脚,啪脚,桂皮食料,也可以根据喜好加入其他的各种香料, 把上一步准备的东西一并放入大锅内,加入1000毫升的水,放入老卤水和一大块冰糖,不喜欢甜味的可不佳,没有老卤水的也可以不佳,洗净鸡爪,大火将卤水煮开,下入鸡爪煮5分钟即可关火,让鸡爪在卤水里浸泡2小时入味,入味以后,捞出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卤水可重复利用,晾凉以后, 放入冰箱冷冻去保存即可,下一次解冻即可卤煮食物,如果是第一次制作卤料,去买桶子骨,猪蹄膀等多油的熬制卤水,这样卤的东西会更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